看完这么多勇者改变命运的影片之后 你是不是也燃起热情呢 我们来看看2016年 双子座的命运决胜点是什么 双子座的命运决胜点就是找个好伙伴 贵人来帮忙 其实我觉得双子面临的是 12年大运的一个起头 所以万事起头难 在你们人生当中 这段时间非常适合做人生大事的决定 所以最好就是买个好房子咯 或者是找个好人家 结婚或者是跟谁合作 这些都可以帮助你在起点上 赢在起跑点 所以很多双子呢 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糊里糊涂啦 或者是懒懒散散晃晃荡荡荡 的确你有没有感受到一股风起云涌 再不努力一点你就要被淹没了 或者是会被忽视 因此呢痛定思痛 一定是这一年你要做的事情 以前最想逃避的 现在要好好去把它定下来 比如说以前你是花花公子或花花少女 最近可能感情就要定下来 以前事业上无所谓 最近可能要思考一下 未来我要走什么方向 这些都不会很好过 因为不再让你自由自在 可是相对的 它也有塑造你的效果 也就是说经过这个贵人帮忙 或者是很多的束缚之后 你反而比以前有模有样了 不能够再靠本能的魅力过日子哦 你要靠专业 要靠努力 要靠实实在在的东西 所以咯 祝福双子座 新的一年改变自己成功 加油了